大家好休斯顿论坛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那今天晚上呢我请到了王清玉博士 王玉清 王玉清博士对不起 对不起王玉清博士 到我们的那个平台来 王博士呢是从台湾到北大读研究生 然后拿了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 那王博士呢也曾留学加拿大的约克大学 是学贯中西的台湾青年学 现在在北京呢成家立业了 我们请王博士先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想跟这个休斯顿论坛的观众 这个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 第一个那个我个人呢 是这个本身是在这个多伦多约克大学的 东亚研究毕业的 然后我是在十年前到那个北大去读研究生和博士 然后呢现在是从事这个网路自媒体的 时事评论方面的那个专那个工作 当然那个在这个在这个十几年日子里头呢 我非常的荣幸这个在大陆 然后我也感受到那个真正的感受到大陆的那个发展 还有各大陆的各种进步 当然我对于两岸不论是两岸或是这个国际这个关系来说呢 其实我有一定自己也读到了看法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我在我我我是14岁去了多伦多 然后我是读了那个从高中开始读 然后对于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教育也有一定的深入了解 然后呢到了大陆 然后到两岸也都有受将近这个完整的这个中国式的教育 所以呢基本上来说 我不论是中国的教育或是西方教育 基本上我都是非常了解 然后当然十年前呢 我个人是这样子 就是我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呢 我朋友就是20年前来一个机缘的朋友就说叫我到大陆看一看 然后然后后来我就在大陆 那时候因为因为那个十年是等于是来来往往嘛 那所以说对大陆还不是那么深 但是呢我觉得我最快乐的就是第一次来大陆的时候 那个我对大陆的了解是就是非常深 因为我是靠我两个双脚去走嘛 嗯嗯对那正好其实正好是我第二个问题啊 就你十年前到大陆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来嘛对吧 你当时是是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 家里人是怎么看的 家里人有没有担心呢 因为现在台湾人一说要到大陆去啊 都把那个大陆那边想象的特别可怕对吧 你当时什么呀 什么做这个决定的 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我已经有那个 这个初中的同学已经在大陆了 嗯然后我那时还没去过大陆 然后他一直跟我讲说大陆很好 然后希望我能够去大陆看看或是在大陆找工作 嗯然后至于我父母担忧呢 我父母倒是不太担忧了 因为我父母说这个小孩子嘛年轻嘛 要出去闯一闯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呢 再加上其实说真的真的 中国大陆因为也是这个讲普通话 就台湾所谓讲国语的社会呢 所以呢 基本上我父母也不太担心 他认为说如果你在加拿大都能够自己闯 自己去找工作 自己去发展自己 发展自己的人生的话 那你他们对于你 我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和发展我自己人生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害怕 同时呢当然那时候因为刚刚20年前 刚刚好也有一个风潮 就是很多的大陆的朋友也移民到加拿大嘛 然后我在我的学校 还有这个也认识了很多大陆的一些 就是这个朋友 对然后然后我从他们里头 也深入了解了一些大陆的情况 所以我父母基本上也不担心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应该是比很多的台胞 或台青更早接触到大陆同胞的机会 因为说实在话 就是这个不仅不仅是20年 其实我在30年前我在台湾就见过大陆同胞 因为我那时候那时候因为两岸之间刚开放嘛 然后那时候台湾当局开放了一个所谓 就是让大陆同胞可以依据这个探病的方式来台湾来看看 对不对 那我妈就有一个同事的家人 应该是我记得还是一个北京的老师吧 小学老师 然后就来了台北 然后我们跟他度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周末 因为我们也带他去看了一些台北的一些景点嘛 那你也知道蒋介石纪念馆嘛 蒋介石纪念堂嘛 然后孙中山纪念馆嘛 这类似这一类 然后我们还带他去吃那个台北比较有名的北平小吃 就北京小吃就对了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在这段时间 因为他不是只是来我们这边玩而已 他还住我们家 然后等于那三天是真正彻底了融合 那因为我们谈到了 那时候我们也是也会在住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他聊天就是聊关于大陆的情况 然后那三十年前其实他就 他让我们感觉就有点像是什么 就是说有点像就是外县市来的一个老奶奶 不会让我觉得说他像一个什么外人 你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就很多 比如说我们就问他就会问他 那大陆对于秦始皇的印象怎么样 因为其实两岸在某一些历史人物上的印象 其实是不一样的嘛 对不对 他们就会跟我们讲 其实秦始皇他不是我们在台湾特别认为的 就是那种这种那道暴君 而是完成这个祖国统一的一个伟人嘛 对不对 然后他反正跟我们讲了一些 一些就是我们完全这边 而且我还记得我小孩问他说 大陆小孩是玩些什么东西 吃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也跟我们讲 然后还发现说其实两岸在同一个时代 其实都差不多 只是我们可能台湾会社会开放比较早一点 然后所以会比较富裕一点 但是并没有想象中说大陆和从他口 从他讲述的大陆并没有让我们觉得说 大陆的并没有跟我们拖的太长的节的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说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然后呢 然后到了加拿大以后 那当然我也跟你讲 有很多我身边同学尤其是沈阳的 或是刚来 你知道那时候不是有一个风潮 很多的东北 还有一些北方的朋友来 然后我们就会深聊 然后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聊一些 这个他就跟我聊一些大陆的情况 就这样 然后然后后来就是我朋友去 先去了 我初中朋友就先去了 我初中朋友就说大陆很好 他本来叫我说你要不要先来那个 因为他是在福建 对吧 你们先来福建看看 我后来为什么选择沈阳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朋友他在那个在沈阳 然后我就说那他就跟我讲很多沈阳 所以我说那这样子好了 我去沈阳 而且我第一个学历其实你很意外 我第一个学历是学那个这个车洗爆磨 刀具磨剧 所以说所以我爸说你学工科的 你不是到南方去 你应该到北方东北 因为台湾社会 他们对很多事情是有一个刻板印象的 我们认为东北是重工业 所以学工科的是应该到东北去 所以后来后来就是 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呢 就是也是年轻人嘛 我是在讲年轻人就是要脸皮要厚就对了 那我们就等于就是 我就等于就说 这个先跟这边 就是跟沈阳的这个人才市场中心 你们是不是有个人才市场中心 对那时候 然后我跟他 我跟他们先在网上先聊了 聊完了 因为以前还是MSN的时代嘛 那我们先网上聊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挺有意思 好啊那我要去看看 那我要去看看的情况下的时候 就让我爸就跟我讲 说那你去沈阳中 不能爸爸每天付你旅馆前去 对不对 后来后来后来我就自己也是脸皮比较厚一点 那我就打电话给那个自己上网去找 有没有那个 我爸就说你可以去找那学生宿舍 比如因为那时候刚好七八月份 那七八月份学生宿舍 基本上是很多是空出来 因为很多不是回家去了嘛 对 你可以去找学生宿舍去住 你那个搞不好会便宜一点 那后来我就自己打了电话 到了那个沈阳 我自己就问了 那我上网就查 查了就是沈阳师范学院嘛 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学院 然后我就去问了他那个学生宿舍 他说那行 我们这边学生宿舍可能不能对外这个这个招招住客 对不对 他说那可能我们就就那个就外侨宿舍可以 然后所谓外侨就是外外是外面的老师 可以因为毕竟我们是台胞嘛 对不对 然后他也害怕就是说 那因为你也知道大陆学生宿舍和和外侨宿舍 当时在20年间其实是是分得很清楚的 你知道吗 他也说那这样子 那我就安排你到外教 就叫外教宿舍 标准时候叫外教宿舍 外国的教宿舍 那因为那边说你先租好了 那我就说好 那我就问他说多少钱 那他说不贵 我们大概谈了嘛 大概三块钱美金一天 那后来我跟我爸讲说 我靠比加拿大的旅馆还便宜 三块钱美金一天 你想想看 你想一想那个旅 而且呢 但是呢 但是我心里有数啦 因为毕竟宿舍在我们以前的印象是比较不会这么好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后来我记得我最后一天就是在 因为我第一 就是我去沈阳的前 前那个暑假 我先是去台湾嘛 那我到 从台湾出发到 到沈阳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那个 基本上我就很担心 因为我知道台北的桃园机场 跟台北四四有一段路嘛 对不对 那我就很紧张 我就问他说 我先打电话就问说 那你们沈阳有没有接飞机 他说有啊 当然有啊 我说多 大概多少钱 五十块 那我说五十块就五十块嘛 那没啥 赚了五十块人民币嘛 那我就接 然后然后后来呢 说实在话 我说实在 我一直在跟很多的大陆朋友讲 其实台胞的客具台 就是客这个什么 解决台胞的恐惧问题和父母恐惧问题 其实就是他第一次和 第一次来大陆和第一通在大陆打的电话 很重要 那我我我其实我我在我还有印象 我在那个这什么 因为那时候不是还没有直行 那时候只是只是要还要飞香港嘛 台北还是要飞香港 才能飞沈阳嘛 然后那时候我就我就在香港机场 看了那个去沈阳的飞机 那时候大家就跟别人开玩笑 那时候我看了那架飞机 我就第一个想的就是说 第一个很期盼的 当然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住过 第二个我也没有很也没有去过大陆 所以我对大陆也是很有兴趣了 其实我以前就对大陆很有兴趣 然后呢当然也会有点怕怕 就说哎 现在去那边会不会 因为感觉有点像熟悉的陌生人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会感觉说 哎大陆很熟悉 但是我一辈子没有去过 那这地方会不会有点所谓的黑暗大陆 你知道吗 就说你会不会害怕 就会有点害怕 所有台青都会有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我一个问题 然后等我上了飞机到了沈阳 然后我还记得我在那个登基门的时候 那个那个 我还自己在想说 嗯从现在开始 不能在大陆不能乱讲话 虽然但讲话会被抓走 因为因为台湾都这样跟我们宣传 还有西方也这样宣传 对 嗯 就等我到沈阳以后 他接了我 那对我很好 然后进去 我才觉得哇 这么好的旅 这么好的房间 又有独立的卫生间 而且还是西洋式的 而且还有冷冲条 还有冰箱 你知道等于是很舒服 让我觉得说哎 物超所值你知道 三十三块钱人民一块钱三块钱美金 一天三个美金 对 对然后呢 然后更重要是呢 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就发现 哇真的是 而且我还记得我第一天 住沈阳的时候 是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像就是从先开始你自己独立了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住过学校 然后我独立了 那独立了 那我就觉得挺好 然后后来我就讲第一通电话 那是因为我后来去沈阳 我其实我也接受过 这个大陆的震撼教育 什么叫震撼教育 震撼教育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多东西跟西方会不太一样 什么叫震撼教育 跟你讲 因为在加拿大美国 或是在台北 没有那么多的人嘛 对不对 那你第一天 你总不能每天坐出租车去办事嘛 对不对 那很简单 那我就去看怎么坐公交车 然后我看公交车 就人多到已经比我想象中还多 你知道吗 那后来我是看了三天以后 才知道怎么搭上的公交车 因为人多到 你不知道怎么上去 你知道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从震撼教育 就是有这沈阳 因为东北人比较直爽 严格上比较直爽 那有些时候 他们可能一言不合 两个就可能会吵起来 对不对 吵了也没事就走了 然后两方就会有 那时候其实很早以前也会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肢体冲突 就是我也亲眼看过 就是司机和行人在路上 两个人聊聊 两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回去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以后 我们每个人都在围观 然后我也看了 我以为要发生什么事 就打完以后 两方就走了也没事 所以说 所以后来就慢慢就发现 这个社会蛮有意思 然后开始就慢慢了解 因为我不是讲说 我一个人去 靠我这个双脚走过去 那我看到双脚走过去 我就发现 其实沈阳人蛮好的 大陆人蛮好的 然后整个城市状态 当时的城市状态 就有点像台北的 那个20年前 我讲是20年前 20年就有点像台北的 那个台南市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妈就打电话 握我了 第一通电话就握我一句话 他就说你在沈阳这个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过得你习不习惯 我说还可以啊 跟加拿大跟美国 还有跟台湾的 中国台湾的情况是一样 他就说 那大陆是什么样的情况 大概你想象一下 就是大概台湾的 这个 就是大概跟台湾的 那个台南市差不多 你知道吗 就是台湾 台湾省的台湾市差不多 然后他就放心了 他就放心了 他就说 那你在那边好好待的 然后当然我也有很多的 一些宝贵的一些 这个叫双手经验 比如说 我跟 因为我们以前 我以前经常买东西 买饮料买食物 对 然后我就跟他们那个 当地那个福利社的阿姨 福利社 我比较大陆 是不是也叫福利社 就是那个 共销社 对对对 他们叫共销社 共销社 对对对 然后我跟他们阿姨 也聊了很好 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慢慢的就熟了 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挺好的 并没有西方觉得那么恐怖 你知道意思 讲的那么恐怖 好像好像好像黑暗大陆一样 然后呢 然后后来我也找工作 我也我也到处的去认识很多 所以很多事情 其实我对大陆的 你说如果说 说我会被大陆洗脑 我觉得就就不太可能 因为基本上 我是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人 没有人可以洗脑 但是我事实上 我了解大陆 是我亲自看到了 我亲自见到了 包括现在也是 我在大陆社会 我也是常常看到一些情况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任何的不一样 反观我现在反而觉得 到了回到台湾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因为说实在话 台湾再怎么样 你说台湾是社会很安定 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但是呢 你会觉得就觉得说 这个台湾社会好像 就是会吵吵闹闹的 有点过头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就是说这边 其实你说北京的生活像什么 就有点像多伦多 一模一样 跟多伦多差不多 就是你不去 你不去乱搞一些东西 或者你不去乱弄 其实你在多伦多 也是很安静 就跟在这一模一样 其实你在这边 好好安分的生活 并没有任何的 并没有让我会觉得 有任何的恐惧 或任何的害怕 这一类事 所以我觉得西方 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 异议人士媒体 我有时候在想说 奇怪了 我们在北京住人都不讲话了 你们这些人 在住华盛顿 住纽约的意见这么多 那你为什么 你们既然说那么多 为什么不干脆回来大陆住呢 对不对 你懂得 所以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真正的 对我来看 在大陆这边 我真的没有任何压力 甚至你说 有些人说什么 哎呀 会不会有政治 没有政治的问题 人家其实这边很自由 我甚至我也觉得 大陆比西方还自由 你已经很压抑吧 我问你嘛 你是西方早上开车 或出门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遇到警察领检 对不对 我看我经常在这边 坐公交车 或坐 或出去的时候 我很少看到街上有警察 就是你知道 你在大陆街上 很少有见到警察 除非你是去那种 比较人多 比较人多的一些重要景点 那才会你才看到警察 基本上像我们住在这样 是住在 我现在住在河北大厂这边 基本上一年里 你看不到两次警察 你也看不到蓝车 也没看到 很少看到这些东西 而且中国 而且中国警察也不带枪 也不见得会 开枪 开枪射上就更少了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当然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肯定一下中国台湾 因为中国台湾警察 其实人也很好 我也跟中国台湾警察 也打过交道 也就是因为我们平常 不是有一些事情 我也会跟他们一些 也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倒不是领检 可能路上问个路 或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边的警察 和中国台湾的警察 其实都有个特色 你看到他不会害怕 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 他没有让你觉得 你看美国加拿大警察 你看到他你会不会害怕 会吧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你看到那个 你看到中国台湾 和大陆警察 其实他们很好的 比如说我有些事情 如果说我也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还记得我去办事 还遇到困难 因为台湾有时候 要涉及到所谓 居住的定居 这个所谓的定居证 或是不是定居 叫什么定居证明 不是这一方面的东西 都要到公安局去办 他对我们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而不是那种 而不是那种 就是那种 好像咆哮你 或给你找麻 而且在说这几年 尤其是20年 我可以跟大家讲 大陆办销利真高 怎么高法呢 我不是办台胞居住证 对不对 你知道吗 讲好了25天 不是出买 做办好吗 对不对 就我投电机 你知道几天就下来了吗 10天就下来了 他办销利很快的 让我觉得 就觉得大陆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这种拖拖拖 但反观你说 美国加拿大这边 当然效率高的公务员也有 但是我们是普遍 都会遇到一些 真的就给你拖 真的会给你拖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 我想不是因为他台胞 我不仅是我讲的 也不是只是因为 我这个台胞的案例 我也有很多大陆朋友 现在去办事 也是去了 马上就办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 尽量建设一种 所谓跑一趟的通道 就是你跑过去 你问一个 就他们有个叫做行政中心 比如我家旁边 就有一个大厂市行政 所以你不用到 你不用到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县城去办事情 你是要到 你直接就到隔壁 这个行政中心 直接就去办 他当场就把你办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陆这20年来 进步非常快 反观我觉得现在 有一个遗憾 因为我上很早 我很早去开 在台湾所谓的海机会 开过会 然后那时候 其实大陆已经开始 很进步 13年就已经很进步 就开始 其实人的数值 已经很高了 就等于说 开始地铁不抢 也不插队 乱七八糟 都不会有 都不太会有了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 海机会官员 还竟然跟我们 这些要 他所谓的叫做 台清 不是要去大陆 所谓的留学 所谓的上课吗 他不是要给我们 所谓的行迁教育 对不对 他们竟然还跟我们讲什么 他说 大陆好不自由 我大陆看不到 那个康熙来了 然后还说 还说呢 还说大陆啊 都在都在插队啊 人跟人之间都什么 我后来就不 我后来就跟他不满意了 我后来举手 我就说 不好意思 我才通大陆回来 康熙来了 是不需要有任何限制的 那种东西 没什么好限制 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呢 大陆也不太插队了 然后他那个官员 就脸色一撇 就感觉说 你这个 就感觉你知道 就那种 你这个异类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但是问题是 我们说点实话呢 是异类吗 不是吧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呢 我跟你讲 我讲个难听话 我在台北 还被插队过来 地铁上 还被插队过 我问你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就是你讲的东西 似乎好像跟事实 完全不符合吗 就是说 不要以一概全 比如说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都有一些 比如说素质不那么高的人 对吧 插队的人 随地土壇的人 就不要把这批人 把他变成是 好像整个大陆 是事业劳闭心 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发现 台湾还有个问题 台湾有所谓的 割据政权的政治正确 就是说 他是为了这个政治正确 不惜编造 不惜造谣 大陆都没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可恶 我相信 您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 美国大学老师 我相信您也是很反对这种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就大陆的 这个实际情况 来做一个 做一个所谓的 那个 点出 但是 你不要说造谣 对不对 而且 而且说实在话 我不是讲得很清楚 我不是曾经都讲过吗 我说 如果说大陆 真的如西方 讲的那样子 不堪的话 或是台湾当局讲的那么不堪的样子的话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 我哪有这个 这个底气 来说大陆的好呢 我不容易被洗脑 我可不跟很多台湾的 一线不一样 我毕竟是受过 真正完整的西方教育 我不是台湾内的 二手的西方教育 中国老师教你什么叫西方 我可是白人 是西方教 我们什么叫西方 请问一下 能够 我能够有底气说 如果我天天看到 他们说 讲的也是吗 所以就胡说八道 你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 我就讲嘛 妈我们住北京的人 都都都都没有 都没看到这现象 你在华盛顿 你在纽约 你在台北 你跟我讲这个东西 不是搞笑吗 对不对 而且不是 而且这些人最可恶 不是来没来过大陆 我看到很多人在 讲造谣大陆的 都是因为 很多是因为 不是也不是个人意识 据我了解说 很多是因为在这边 没捞到利益 没做到 没赚到钱 你知道吗 所以他才开始 就是由爱生恨 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这样子是很 很low嘛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毕竟大陆怎么样是 大陆怎么样是 大家的祖国嘛 对不对 就不论你是哪一 哪一方 但是大家主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事实 就是说 你要就事实 说事实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你没来过大陆 或是你近几年来 都没来大陆 然后在那边编故事 你知道吗 好像天天想象中的大陆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是有点夸张 所以我觉得 这事情还是得要 透过这个休斯顿论坛 跟各位朋友讲 欢迎大陆 大陆很不错的 真的 不是大家想的那种 并没有问题 而且说实在话 我觉得 这个 不论是台湾青年 或大陆青年 在美国出生的 或美国成长的 我都很欢迎他来大陆 为什么 应该来走走来看看 其实 其实这样子的话 不仅是增长自己见闻 更重要是 说实来话 还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道路 因为毕竟大陆和台湾 最大不同在哪 就是大陆 其实真的是一个 全世界的一个平台 台湾有些时候 会是外国公司进去 还不见得有 外国公司不见得会 在台湾有开分公司 但是大陆是基本上 很多的 这外国企业 是在这边有开分公司的 所以说大陆并不是只是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平台 我甚至我都认为 它是跟全世界竞争的平台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不亚于美国 像真的不亚于美国 你想到的公司 这边都有 这边都基本上都会有的 你只要不是那种 乱七八糟 涉及那种敏感的行业的 基本上这边统统都有 所以说比如谷歌 你很意外 这边有谷歌 这边有谷歌分公司 也书你知道这边有分公司 这边是有公司 很多的企业都在这边 都是有分公司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说 这个 很多事情啊 可以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用 自己的双脚来看一看这边 而不是去在这边 天天在那边关起来门 然后听一些 本来就在大陆就是 捞不到好处 又跑出去 在那边胡说八道的人的话 你知道吗 好的 好那个王博士 那我们还有十亿道题 咱们把时间 对 我一个个来 那这样的话呢 现在那这样子 我们这个 我们来谈谈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话题 那你刚才讲的 就说 其实你到大陆之前是有铺垫的 比如在加拿大跟大陆同学有接触 对吧 在台湾的时候呢 家里有大陆的朋友到台湾来 所以你对大陆的当时呢 就说 跟很多人到大陆去是不一样 这个非常好 不一样 对 那我想问现在咱们的问题 那个其他问题 那这个呢 就说这个台湾人呢 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 台湾人呢 以前呢 津津乐道的是什么呢 台湾是四小龙的一份子 经济实力啊 一度啊 相当于全中国的43% 如果在全国的排名的话呢 他的经济总量啊 是很多年是排在全中国的第一位的 应该大概是到十年前 被广东省超过了 那现在他的排名呢 已经落到了福建省之后 我看去年 好像落在福建省之后 被福建省取代了 那今天台湾人乐乐精道的是什么呢 今天乐道的是呢 他们比大陆更有文化 比大陆更有文化 我经济不如你了 但我在比你更有文化呢 你怎么样看台湾人的 这种心态和说话的转变 其实我觉得这非常正常 而且非常简单啊 因为说实在话 十年 因为我就经历过 这个台湾奇迹那个年代嘛 对不对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呢 这个我从来没 在台湾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失业 知道吧 所以我们以前所听到 失业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人呢 本来工作就不努力 所以他就很 对对 而不是因为你大环境 把你开除的那种事业 所以那种台湾经济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呢 这几年呢 我讲个难听话啦 就是台湾其实 因为政治 把自己的经济发展 蒙下了一个很深的阴影 就是本来其实说实在话 有句话嘛 就是闷声发大财 就是不要去专心发展经济嘛 就少搞一些 没了 但是台湾这几年呢 就是因为这个以前经济奇迹的时候 这个有句话嘛 就是有了钱了就作妖了嘛 就作怪了嘛 那有了钱作怪了以后呢 就发现就开始心不在经济发展上 而是在什么 搞政治了 那一搞政治了以后呢 七嘴八舌 那七嘴八舌 对于有些企业家或投资者来说 我和讲那个难听话 人家会害怕 因为明明我跟你谈好 我要投资这个地方 结果后来呢 你的七北八舌一讨论完了以后 我没办法投资了 那我没办法投资 那我总不能我的计划 等等你这些政客玩嘛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东西 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不对 大家现在台湾引以为外 所谓的台积电 是因为呢 台积电本身底子就很硬 我就讲算了 在台湾的政治底子就很硬 所以人家也不好碰他 再加上呢 他的确在海外 我们也不能否认台积电在海外 是有很大的业绩 占了台湾整个省的GDP 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所以说基本上那些 台湾的那些政治的 民间团体 什么环保啊 是不敢乱碰他的 你懂回事吗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那如果这样再搞政治下去 你说你觉得他经济会好吗 你七嘴八十搞完 我老板要赚钱 我老板有投资案要赚钱 我有钱 我可以投资 你后来给我爽约了 那我问你 你经济会好吗 你没有投资 没有发展 你就没有办法 没办法解决就业率 没有解决就业率的话 你就没有所谓税收了 没有税收 你当然经济就不好了 那为什么后来转向文化呢 很简单 因为就有点 台湾现在让我的感觉 就有点像什么 没落的贵族 知道吗 以前家里曾经很有钱 很有名 很大 家大业大 我们台湾虽然岛很小 但是的确台湾当年的经济体量 是家大业大 没错 然后呢 当时很看不起这个 这个自己的穷兄弟吧 对不对 哎呀 你看我 我比你有钱 然后证明 你看当年我们一九 你大概知道两岸关系 开始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 对 就是因为 这个建设新中国的概念 彼此是不一样 所以引发了这个 现在两岸的局势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呢 当他们发展起来 开始加大业大的时候呢 就开始瞧不起了 你看吧 当年我们是对的吧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样 你看到了台湾现在经济多好啊 你看大陆经济怎么样 对不对 开始就开始有那种膨胀心态 那膨胀心态呢 后来因为就讲就讲白了 就是这个没落的贵族呢 就就是就你懂吗 就加大业大后来就没落 交到中落了吧 那能不能这样说 就我觉得你这比喻很有意思 很很确很恰当 没落的贵族 就是他以前的确是有有财富 但现在财富不落那么多了 但他还要拿出那个架势来 觉得自己还是有有品味 是不是对 有身份 就是就等于说一个没落贵族 没落贵族出去 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打穿了 穿西装打领带了 然后觉得自己我都比你们有文化了 然后随便就拿就像我刚才讲的 随便拿一两个大陆案例就开始说 你看你看我就证明你没文化 我就比你有文化 你们是报发富 就说你们是报发富 报发富就没文化的嘛 对对对 然后殊不知呢 殊不知其实后来我到了台湾 有实际有趣 也等于是有考察也有了解 因为我毕竟我毕竟去台湾 我也在台湾工作过 我后来才发现就是说 就是原来你所谓的文化 并没有我想象中你的文化有多高 然后台湾也常常惊惊热到自己的健保 不是吗 对不对 他来啊健保免费那些 不是一些台湾的一些大陆一些 或者哪边来的台吹嘛就吹牛的吹嘛 对不对 然后就会说你看台湾健保多好什么 事实上我们在台湾的人 我也交过我也交健保费啊 对不对 甚至我们知道台湾健保就不是 大家想的是免费嘛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台湾健保其实跟很多省的医保 其实差不多 第一你要自己付健保费 第二个 其实台湾健保有一些药 如果因为我亲人之前有人 就是我亲人有人过世嘛 然后在过世之前 我们有去那个急诊室 有去陪伴对不对 那我们就知道 其实到了急诊的时候 或者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台湾有些药是不包的 嗯 知道吗 这个很有意思 就不包了你知道 所以并不是大家想的 说真的 讲音乐塞话 据我对加拿大的健保来了解来说 真的台湾的健保不如加拿大健保 第一个加拿大健保是完全真正的免费 为什么 因为真的穷人 没有所谓的欠健保费问题 你就算没有工作 没有人逼迫你要交健保费 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到了医院以后 全部的药物啊 全部医疗啊 包括看护 都是保的 台湾是没有看护保的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你台湾 很多人一生病了 就欠了屁股钱嘛 对不对 就这种状态 所以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 第三件事情 这个 因为他开始没落了 所以他开始有点自卑 自卑就开始 就说 更是说每天穿西装打礼拜 让你觉得 我们还是过得很好 对不对 我比你有文化 但是呢 我只想问台湾的某些人 就说 你们这种 这种自卑转向 自大的 这种虚面子 还要多久被大陆 给破灭掉 因为大陆现在的文化各方面 是已经可能比台湾还有文化 而且我据我了解 在大陆这边 我本身经营制媒体嘛 对不对 我们也谈一些实证比较敏感类的 你跟大陆的一些网友聊天 其实会很舒服 不是因为立场的问题 而是他们懂得礼貌 第二件事情 他们懂得客观分析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说真的啦 台湾所谓那种小粉红小粉红 嘴巴一直在老在抹黑 其实是我在我来看 是非常恶心的 为什么 他们天天在骂大陆什么不自由啊 贴大字报啊 对不对 政治什么什么挂帅 对不对 但是你看台湾现在的媒体新闻 公然在主流媒体上 都不能就有消贩 这不就跟以前大陆那样 大字报的情况是一样吗 对不对 然后 然后以政治的帽子去套别人 然后想办法打击对方 而不是因为我跟你讨论 所以你在台湾的网路上 你会发现 你根本跟他就没有讨论的空间 其实有些时候 这才是可悲 就说在这一方 就连这一方面 我觉得台湾现在 对于这个 这道德还有礼貌教育上 我觉得已经可能不如大陆 甚至我跟你讲 大陆现在 其实也跟台湾以前一样 台湾有一段时间 不是也是这个 因为经济开始好了嘛 所以父母都会带小孩 去听什么演唱会啊 不听那个什么歌剧啊 音乐会啊 对不对 是这一方面 然后每天给他 给他们看四书五经 不是吗 对不对 台湾以前也经历过 但是我发现 台湾经历的那年代 也似乎他没有把这个东西 继续延续好 反而变成呢 反而变成他丢掉了一个 他自己嘴上所讲的 台湾人文化很好 很文明的一个招牌 把自己丢掉 尤其这几年 真的为了搞政治 不惜什么话都说出来 甚至连冷血的话都可以说出来 不可学冷血的话都可以说你觉得 这叫文明 这叫文化嘛 对不对 我说起来现在在网上 除了我们跟他们回应 除了谩骂以外 还真的没有任何的建设性的 以前我们跟我们说在社交平台上 是可以交朋友 也许我们立场不通聊聊天 或立场不同 就像我跟您也有可能立场不同 但我们两个不至于到所谓的丢出什么 谩骂那种恶心的脏话都出来 对不对 至少和最后结果 我们草草闹到最后还是可以交朋友 不是吗 对 台湾现在我网络上就问你 就是你不能交朋友了 对 就这样 好 我来总结一下你刚才说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这个所谓的台湾人有文化 你大陆人没文化 虽然我现在经济不行了 你把它比喻为一个没落的贵族的心态 因为自己以前有钱 现在钱稍微少一点了 再加上以前的穷亲戚 现在有钱了 这个心态不平衡了 对吧 对吧 从这个自大变成的 其实是个自卑的一种反应 好 我们从这个下一个话题 我们还有20分钟 那下个话题是这样的 那最近呢 就是大陆国庆的时候 就是十一国庆的时候 那个习主席呢 在国庆 那个庆典的时候 他讲了说 就是说一定要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 那当然了 各界呀 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新颖 那个以前都说和平统一 但是这次的国庆讲话里 没有出现和平两个字 那是不是说明大陆 对于和平统一的前景 已经不那么看好了 那因为这个民进党在台湾做腰啊 做了这么多长的时间 你怎么看这个全面完全统一这个说法 其实会拿出这种分析的朋友 基本上是对于大陆历练来对台的文稿 或是文件并没有深入研究 其实完成祖国统一这东西 并没有限定在一定是武力或是和平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说实在话 完全统一这一说 其实从 如果我有印象来说 应该是从19年开始就有已经在文件上了 就是告台湾同胞出十周年那个讲话上就已经有了 然后呢 其实大陆的完整论述是什么了 我们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放弃武力 这很多人很 又做这种东西 这一句话其实有很多人有错误的解读 什么解读呢 就说比如我们所谓有一些我们的有一些支持武统的朋友嘛 就拿了这句话去再讲 你看大陆一定会武统谈 我有时候发现这些人的讲话会让我感觉到什么 就是你是不是中文不好 你是没有把整个句子给看完 你才跟我才该讲话 人家前面是我们支持两岸和平 我们争取两岸和平统一 争取哦 争取两个字 和平统一 不放弃武力 换句话说呢 这个割据政权呢 我一直在讲 割据政权不可能会放掉手中的权利 因为他手中有所谓的既得利益 那如果他不放弃手中权利跟你顽强抵抗的话 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这个最后结果 甚至他有可能就是 这个搞所谓的这个横冲直撞 甚至来搞以外磨堵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大陆难道不能以防卫性的方式 来完成祖国统一吗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在讲最近的国庆 这个其实习总书记讲的完全统一 已经包括和平了 对不对 因为其实历年来我们已经在文告上 已经强调和平了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我们都已经 大陆都已经长期以来 都已经在讲这个和平的东西 那后面就接了完成 完成统一 那请问一下 今年的文告 还需要特别强调吗 除非有一件事情就是 会质疑这个问题的人 除非就两种 一种是你对大陆的这个文件 对台文件 并没有熟悉的掌握或把握 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不要看很多台湾的名嘴 海外的一些学者 他是压根连文件都没有读的 他历连的文件都没有 他忽视了 其实我跟你讲 教你方法怎么看文件 你只要到谷歌上写完成统一 你就跟你讲 马上一大堆相关完成统一都出来 你就可以 他上面就会有 历代的文件都会有在上面 就还是那句话 就是懒 就很多的学者就很懒 喜欢开口就说 却没有去真的做下去看看 其实历代的文件是有的 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 就是坏 就是什么 他本身就想要两岸发生战争 两岸就想搞 他本身就想搞台独 然后他就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心虚 他才故意挑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跟你讲 不论这些人怎么想 我相信完成组国统一 这是什么 这是目标 那至于和平 与是否使用武力 我一直在讲个道理给大家听 就是 武力是捍卫和平统一的条件 这个和平统一是武力的目标 对 所以说你只要不要开始 就算你知道 你只要不要开着车 不听劝硬往强撞 基本上不放弃武力 这句话是不会适用在台湾地区 如果你不横冲直撞的话 但如果你横冲直撞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就算是这个这个 妈祖佛祖下来拉着都没有用 因为他想横冲直撞 那那势必是武力就会使用了 再加上万一还有一个前提 万一你不要讲大陆怎么样 万一台湾当局再来一个疯狂的领导人 对主动对大陆做出军事上的行动 请问一下 我们会不会武力上的这个防卫跟反抗 你不要看 现在台湾现在一直在自己在讲 自己说自己的导弹可以打到北京 可以打上海可以打三峡 是他们自己说的 人家大陆可没有说我的导弹可以打你的台北的 这个所谓的总统府 我可没有他们可没有这样讲 那现在讲这些话都是所谓的那种那种网友 都是那种小网友 很小很少有真的官方的官员这样讲 现在台湾不是台湾是官员自己在说 自己在说你是在恫 你在恐吓人家 你恐吓人家人家不许 不许人家以武力来防卫吗 那还有武力 还有武力要解释啊 我问你 如果你的apps 真的就像他们那些台湾的名嘴 很不懂事的名嘴 或官方的一些人在那边吹的 我以后要派f16去炸大陆三峡大爆 难道大陆不能使用武力把你的f16挤落下来吗 所以说大家谈问题不能只是指你在台湾怎么想 而是你要想想看你们做了什么 而不是人家而是人家使不使用武力的问题 就这样 好我们好我们谈下个问题啊 那最近的中国大陆啊对比如说一个台湾的 一个立法委员叫沈柏阳啊 把他定名为台独的那个极端的台独分子 那他呢是所谓的黑熊学院的当时的发起人之一 现在有种说法啊 那当了媒体的说就是这个黑熊学院啊 所谓的要培训三十万三百万 那个台独的敢死队 敢死队 就说有人会有这样的担心 那沈柏阳啊还有曹那个那个曹董啊 那个曹老先生曹新成他们这样做 其实是在相当于培养台独恐怖分子 以后用暴力手段来阻止那个国家统一 来协助台独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就培养台独恐怖分子 所谓恐怖分子啊 就我们看到以前比如说那个身上绑着炸药的 宁愿把牺牲自己的肉身也要为一个所谓的理想和主义来放弃 奋斗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我也要解释一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台独的恐怖分子 并不是他们提的时候就有了 其实以前有过 你看最近你只要打开台湾新闻 就是台湾方面会时时刻刻找一些所 我一直在讲的叫什么叫做职业抗议者 到大陆各地去闹事 什么样闹事呢 前阵不是有人到天安门广场 对不对 故意做一些行动艺术 知道吗 反共的行动艺术 请问这种行动艺术算不算 恐怖分子行为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 而且第二件事情 再看当年的香港黑豹 你别告诉我说只是香港人 你台湾人有没有去 你台湾的学运团体有没有去 你民间团体学运团体有没有去 有没有去支持 有没有去支持人家暴力 这算不算是恐怖分子行为 我加一个蒋经国197几年到美国 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差点被暗杀 知道吗 这更早了 就是当然这更早 还有谢东敏 这个有个台独分子拿个炸弹 就想去炸他 不是吗 所以这种担心 所以这种担心 黑熊学院是可能在培养台独恐怖分子 有这种担心 我还没讲完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台独恐怖分子 现在我观察的趋势 可能也不仅是台湾人 他们现在也开始要雇佣一些东南亚 还有一些所谓的美国的 住在美国的台湾人或美国的一些华侨 去干这个事情 或美国加拿大华侨干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300万什么人数是怎么来的 可能是包括这些养 他说明是想要养海外的这一批人 而不是台湾人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真正的台湾的青年 你看不要说他黑熊 你看看 你看一下最近的那个 最近的真兵 台湾的真兵 台湾真兵 是不是最近人数少的可怜 对不对 但是呢 台湾年轻人最喜欢做什么样的事 就叫做职业抗议者 就说 我不用付任何大的代价 我就可以稍微表现一下 我就可以 在那边表现一下行为艺术 我就可以马上上报纸 当网红 你们发现这个现象 所以说 所以这个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阴谋跟思路呢 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但是呢 其实他们这样做呢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实在话 对台湾其实是非常不利 尤其是台湾年轻人 大家关注一下 是不是台湾最近很多的免签 台湾不是自己自好 所谓他们的政见 可以到很多国家去免签吗 你注意一下最近是不是有很多免签 以前是被取消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台湾青年人已经在国际上 不是都当过大陆哦 其实很多国家的心态说 你要闹可以 你到大陆去闹 你别来我这边来搞 把这个台独的行为艺术 因为你搞乱是搞乱我社会 问题是不是这些人呢 在大陆可能有些还进不去 那他就跑到海外去闹 当地国家怎么想 你就是麻烦制造者嘛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这对于台青在海外的形象来说 你觉得是好事吗 那更不要讲了 这个里头还包括了台青在海外 涉及一些毒品啊 涉及一些这个诈骗的案例 其实很多海外的国家 为什么会取 突然会取消台湾的免签 就是害怕你们这些人 到那边去搞所谓职业抗议的事 而且台湾年轻人还有很坏的 很坏的习惯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澳洲 一个在澳洲的一个视频嘛 就是一个台湾女生 不是被人家澳洲海关拦下来嘛 然后她还跟人家在嘴上 跟人家吵架 跟人家澳洲的海关吵架 就说一步好像我 你凭什么抓我 我们是民主制 你是民主制有一大堆东西 你懂个意思吗 那像在台湾之前 弄在海外弄久了 你觉得只是一个澳洲 会关注你台湾青年的这个行为艺术吗 会不会 会不会同样的这个消息 也传遍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 比如欧洲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所有都会都会连线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沈柏扬这个话 我觉得 并没有真的伤到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也是要抓这个很容易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 现在很多东西有身份认证的 很容易身份认证抓的到 但是你今天跑到海外 拉横幅 搞一些所谓的台独的行为艺术 我认为当地国家 不要说是顾及到它和中国的关系 你已经破坏人家的社会治安 当你破坏人家社会治安的时候 人家找你麻烦是非常容易 别以为说你在那边 我的表现你社会的政治正确 你确定这社会的政治正确 是你认为的政治正确吗 对 像美国 休斯顿论坛 论坛观众 你应该知道吗 美国什么样立场人都有 对不对 那你今天表现这政治正确 你确定你今天在美国 是属于政治正确吗 如果政治正确 那我跟你讲 最近某个邪教组织 不就是 也就不会被取缔了 为什么会被取缔 好 我们还有三个大问题 咱们马上时间快到了 我想问下一个问题 台湾人经常说 他们是民主社会 台湾是民主的 是民主阵营的一份子 经常有人批评台湾 觉得台湾你说你是民主社会 你首先应该守法 你的最高法律 中华民国宪法你都不执行 你怎么叫民主社会 你一个不守法的社会 怎么测试民主社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台湾这个民主政治 到底是人家说追求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个目的 那如果是你把民主政治 变成一个手段 来达到其他目的 比如说他用搞 比如说西方式的选举 把台湾凸显成一个民主社会 他的目的呢是有别于中国大陆 以这个呢作为一个打击 国家统一的一个手段 就是作为一个台独的手段 所以你觉得这个台湾 这种民主社会 比如现在所谓支持统 这个统派的声音 根本说不出来 对吧 你都不能讲自己是中国人 对吧 不能说对岸跟我们是一个国家 你那这叫民主社会吗 其实台湾的这个民主呢 一直是双标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 我受的教育是原之原位的西装教育 不是二手教育 因为台湾的所谓的民主或西方教育呢 其实是非常双标的 怎么双标法呢 如果对我自己有利 西方的东西如果是对我有利的话 他马上跟别人讲 哎呀人家西方做多好啊 我们要到西方走 但如果这个东西 在西方的民主是对他不利 却是在台湾的可能一些习俗上 对他他会跟你怎么讲 哎呀我们是台湾人呢 要走台湾的规定 你听到的意思吗 他其实是双标的 而且很多的在外国读书的 所谓的这个台湾的所谓的教授 其实对于西方的民主 其实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 他只是只懂的就是 就有点像这个外国人 只知道中国餐的酸甜肉 公保鸡丁一样 那个朝公鸡是一样道理 你明白吗 因为说实来西方的意识 心态教育 包括民主自由 什么是尊重 什么东西 其实是在大学是不会教的 他们都在高中就开始教 在大学是不太教了 大学只是执行他不会教 所以有很多人只知其却不知其了 然后学到一点皮毛就回去瞎解释 我对西方多了解 人家其实说在等于你跟他聊 他对西方是一点都不要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你就说加拿大 加拿大是不是有魁北克独立问题 对不对 那我问你 如果依据台湾的标准的话 那我们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人民可以 不遵守加拿大的宪法 那我们让魁北克独立好了 民主不是吗 但是恰恰相反吧 加拿大政府可是用尽方法 他只是把 他们只是把 这是我观察 他们只把所谓的独立工程 当成这个 反毒的一种过程 而不是当成结果 因为加拿大 当时反毒的时候 我刚好在 那时候加拿大 093年 最热热 那时候最热门的 是反毒嘛 反魁北克独立 我亲眼就见到 加拿大人 反毒可厉害了 首先先把他所有魁北克 所有工业全部移到 别的城区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恐吓魁北克说 那如果独立的话 对不起我们加拿大 要恢复单一国籍 所以你们以后 不准到加拿大 来使用我们的健保 OK 第三件事 以前我们建的公路 全部把钱给还回来 更重要一件事情 你魁北克 就算公投成功了 对不起 我们也要办一个 全加拿大公投 换句话说 你办的公投 你说的不算 你要脱离联邦 你自己的意见 但是你真的要脱离联邦 我们同意你脱离联邦 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你知道为什么 而且加拿大做多厉害 他把魁北克 你知道加拿大总理 你去看看他背景 百分之几乎百分七八十 都是魁北克的 所以我们常常 以前在在读书 是经常会讲一句话 年轻的时候 当这个设 这个魁北克省的政治人物 喜欢支持魁北 但是一旦到了 当上了总理 告诉你反魁北克独立 最凶的就是魁北克的 这背景的总理 你知道吗 你知道所以说 并不是台湾想的那种 就是民主自由让你走 你知道意思吗 人家还有个核心 还有个法治 对 所以说台湾的双标的问题很严重 就这样子 对 好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现在台湾方面津津热道 尤其是年轻人 觉得我们有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但也有人说台积电也救不了台湾 现在台积电被拆分了 拆到日本 拆到韩国 拆到美国 当然很多大陆人说 我们大陆没有用你的台积电芯片 我们大陆的洲际岛 不是也还是要准确的打出一万两千公里去吗 我们没有台积电的芯片 大陆太空中心不是照常要运转下去吗 那如果说台积电 台湾当局 台湾人 台湾一些尤其是独派这些人 津津乐道的东西 如果真的并不是那么能够所谓能够救台湾的话 那台湾你有还有什么筹码 你觉得台湾有什么筹码 那另外呢 最后一个问题我放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可以听你的一起来论识 就对台独势力啊 这个大陆啊 这个台独势力对大陆这个敌意啊 包括媒体的那个抹黑啊 那还有台湾天然独门对大陆的偏见啊 比如像你在大陆那个十多年 你的器官完好无损对不对 你肾脏也没有缺 心脏也没有缺对不对 那说怎么样来消除这个台独势力对大陆的敌意 有没有一种简要可用啊 就是两个两个问题我都告诉你了 那还有什么筹码 台湾有什么筹码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了 其实台积电并不是听台湾当局的话 是第一件事情 对对 大家面对一些台积电不是纯台湾的公司 这我跟你讲 当台湾玩的太离谱的时候 说实在话 台积电会不会在台湾待 是另外一回事 你看一个观察现象 不是台积电前阵子说要到日本投资吗 对对对对对对 日本新首相一选上 然后叫出什么亚洲北约 就台积电马上说 对不起我们到印度投资了 第二件事情 台积电在海外 其实也活的不是那么好 大家想象有点过头 因为台积电就是靠年轻人 卖这个努力工作 什么所谓的卖干嘛 你知道卖战工作 就是20小时不断加班 你知道吗 你认为美国年轻人会愿意这样做吗 好就到印度好了 印度我不是没去过印度的 我还亲自背着背包跟我老板去考察过印度 我们没有参加旅行团 我们是自己去的 你觉得印度台积电在那边发展会好吗 你看谁就知道 鸿海 这个郭台铭 郭台铭之前不是新日诞强 我们到印度投资吧 结果呢 结果呢 印度什么情况 我告诉你 他们基本上就是非常的 怎么说 地方势力非常强 你今天要能够做商品的运出去 我觉得恐怕他地方势力能够安全运出去 还是个问题 更重要有点 印度的那个 那个有些时候他们制造东西的概念 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的意思说我觉得这里这个倒是说拆分 我都觉得倒不至于了 但是呢你台湾如果真的搞得不安全 我认为台积电有可能在美国受益下 反而会迁回到中国大陆 你别以为啊 因为台积电做的东西 其实不是这个美国核心的东西 他只是有些芯片 但是绝对不是所有东西 所以基本上来说 美国为了他自己维护他自己 或是美国的资本家 尤其是资本家 我想这个美国资本家 他估计也会 应用自己的关系 说你就有些东西就 大多数可以影响 可以到中国大陆 而且台积电 如果我们记错 台积电在大陆是有工厂的 他不是没有工厂 在南京有是 而是千万里好像是有工厂 对 所以他并不是大家想的说 这种说台积电 完全在中国大陆没工厂 他是有的 而且他所谓的芯片 我讲餐呢 这个据我了解 这是大陆已经有能力 做出某一些这个尺寸的芯片 但我不能说 因为毕竟我们 我参加有些交流团 我们也会去看到有一些这个 这个制造切割在一方面 大陆是有这个技术 我可以跟你讲大陆真的 然后也不是大家想的就是 大陆做不出来 台积电能做的 大陆是可以做得出来 知道是吧 只是说他只是说 现在还没有这个技术 还没有完全普及 你知道是吧 但是但是我相信很快就要普及 就跟iPhone一样 开始卖的很贵 后来就很普及了 就变成普及化了 你懂为什么 所以说所以说而且而且台湾人有 永远有个错误观念 就是美国啊 美国第一大厂都不去大陆投资 但你别忘了 同行业有第二名第三名大厂 第二名第三名大厂 基本上跟跟第一名的技术差不多的 他只要在大陆这个市场能够 市场并不仅是赚钱 还可以磨练你的技术 不是吗 一旦磨练你技术以后 你就你自然就会变成第一大厂 所以有很多的美国企业很乐意来大陆投资 因为他是在美国可能是第二名第三名 但是我的技术却可以在这边 经过赚钱不断的市场磨练 我的技术反而会比美国的好 这是台湾自己要警惕 而且台湾的说实在台积电 真的不是听台湾当局 所以台湾当局想搞什么 我认为台积电到时候跑的 会比你还想象到还快 你知道黑熊 我就回到刚才的黑熊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个成都名单一出来以后 不是沈博一样吗 就说我不是黑熊的负责人 不是吧 潮西成一被制裁 你看这个他的那个公司 不是吗 那个之前那公司马上急的跟他切割 为什么 每个人都不想跟政治站上边 尤其商人 包括台积电 连张忠谋都不想跟政治站上边 我就跟你讲很白了 你不要这些台湾真的不要每天厚的脸皮 就去拉着张忠谋 哎呀你跟我错了 他才不想跟你站上边 你知道为什么 我有钱我活的好好的 我可以赚钱我干嘛跟你站上边 这是一个 还有后面就是关于台独洗脑问题 我讲一个难听话了 你说讽不讽刺 前阵子 因为台湾不是诈骗案一大堆 不是被爆出新闻吗 台湾某一个这个医生嘛 这个网上都给查高大臣嘛 要查一查 对不对 高大臣就说了 其实很多的台湾人器官不见怎么来的 这是被台湾人骗去某个国家 我也不讲什么国家 骗去某个国家搞所谓的活灾器官 嗯嗯 还有呢前阵人这个很具体 这也是台媒新闻 可不是大陆新闻啊 台媒自己报的啊 美国是不是也发生过活灾器官的案子 嗯 哎这都是新闻的新闻案例的 你看哦 他们抹黑大陆所讲的那些东西 很多是没有案例的哦 嗯 很多都只是虚的讲哦 他们就是描述个故事而已 他并没有新闻证明哦 所以我就讲嘛 台湾的媒体有个最大毛病在哪呢 就是 他们有驻大陆的记者 比如东森我就举例好 东森TVBS ET Today 他们在大陆是有记者的 驻台记驻大陆记者 你会发现一些 这些驻大陆记者 特别喜欢跑什么 嗯 跑两岸交流活动 嗯 为什么 可以帮他公司认识官员啊 打交道这些东西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们真的帮他这些自己的媒体 帮他们这些驻大陆记者 帮他自己的媒体去采访一些 比较争议的新闻时 他们跑过几件 当然他们有跟你讲 我有跑过新闻啊 怎么他会按照呢 这是请问 每天有那么多黑大陆新闻 你们跑过几件 比如说我最具体啊 前阵子不是陕西 不是断了一个桥吗 嗯 断了一个桥 然后TVBS就怎么说 他就说 就直接下定论就说 就说偷工减料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的TVBS 是驻大陆记者 跑到现场了吗 采访了吗 查证了吗 你怎么知道 这是偷工减料 你不要跟我讲 你抄几个微博的号码 和这个数字码 在那边回应 你就把它当真 哎 微博很多数字码 是没有身份认证的 对 不要讲 你也许可以不要跑那边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至少可以联系那网友吗 哎 你说偷工减料 我们可不可以做个小小采访 或怎么样 有个至少有个通年记录 至少我采访过 都没有 所以我之前我骂他骂的 比较实在 我说 你们是不是早上起来的 新闻采访工作 就是坐在马桶上 看看小红书跟微博 随便抄一抄就变新闻了 有可能 你们的 你们的驻大陆记者 真的很好 业绩很好 而且我还听说 某家电视台的驻大陆记者 还跟我亲口说 他说什么 郁庆啊 我们做假新 反正我们是领电视台的薪水了 这个新闻真假 我们不在乎 那我问你 请问这是新闻自由吗 所以反过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里头会不会是因为台湾当局的政治正确 导致他们觉得磨黑大陆都没关系 对 很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而且之前那个题目 上个题目不是讲那个 关于那个统派吗 更好玩 统派所有活动 他们都不敢去采 都很少去采访我发现 他不敢去采访 为什么 因为疑似就是说 现在因为台湾现在的新闻自由 有点假了 所以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是假的 因为很简单 那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据我一个可靠的了解到 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是岛内的一个 应该是党政方面的一个知情人物吧 他跟我讲了一个件事 这大家都姑且听听就好 他说现在台湾当局啊 常常派一些当局的人 已经录著了一些媒体跟电视台 包括他们的标题 还有新闻报道很多都是有下指导期的 所以你看台湾有些新闻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点像新闻通稿了 黑大陆的新闻有点新闻通稿 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 就是说他记者亲自采访或查证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不是常常讲嘛 这些驻大陆记者 比所谓的纽约时报还有BBC啊 还糟糕 你知道吗 你别看纽约时报和BBC 这些记者好歹呢 还有他们虽然在大陆是 虽然不是被许可采访 但是他毕竟会尽到他记者的能力 还是会去采访一些事情 要核查 要核查 对 还认识核查一些事情 对 但是甚至会去问一些 邀请一些他们在大陆认识的一些 真正的有利人士消息人士 不是吗 你会发现这些驻京记者好像 都没有做着功课 比如说我在讲他如何消息不灵通 而且都还是公开的消息 他竟然还有消息不灵通 我有一年 就是有一次我参加这个交流团 媒体交流团 然后我跟一个某个大媒体 我就不说某个大媒体记者吃饭 我们一群人不是吃饭的 我就跟他聊了 哎呀这个你说直播带货吗 那我的好朋友刘乐妍 他在大陆也是另外统派 也是大陆也是统派 但是被台湾经常诋毁抹黑 然后然后我说他这大陆现在直播带 我做的不错 你可以问他一些心酸谈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跟我讲什么 他说哎呀玉庆 这个我们虽然谈直播带货 但是选题不适合 我说为什么选题 他说哎呀电视台你就算惨了电视台也不会播 我听说你们不是新闻自由吗 OK好 然后呢 然后呢他后来丢了一句话让我更惊讶 他说柳乐妍不是在大陆已经饿死了吗 我说谁告诉你大陆饿死了 他说他说我台湾媒体都这样报啊 我还给我丢给他一句话 冷冷的回答他 我说你是个住大陆记者 你好歹消息会比我台清灵通吧 嗯 你这个你知道你今天讲这个话等于是假新闻 你知道吗 不考假消息 对 你知道我说我说我给你 而且我还很有诚意说你要不要干脆 我给我有他的微信 要不要我们你们有两件的机会要做个采访 就做一些直播带或采访 他就跟我讲 反正没有用了 我们不再选题了 嗯 那是这种事 还有我也对我也是啊 嗯 这因为我们媒体交流团 我是唯一当时是唯一的台湾自媒体 参加的活动 说实际上我们都是什么 那些大官媒 中国台湾网什么意大 然后台湾的也是那些主流的 大家应该心里有说那些 就是那些主流的对 除了绿媒以外 都那些主流的 那照理来说 你说家乡来的媒体应该会积极 作为一个记者 应该是积极采访 积极寻找题材嘛 不是吗 对 我就跟他看完毕竟我们这个媒体交流团 所谓交流就是 就像有点像军事展览一样 我开放我的武器 我开放我的武器给你看嘛 对 我开放我的给你看 所以我愿意说 那我们来做个采访 我们可以不要谈政治 但我们可以谈 就这个交流团的事情 那一样丢给我 郁庆 这个 你跟这个选题是没有关系的 跟我们采访这个交流团的选题 是没有关系的 嗯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想问你 这个问题先不要答到 那我想问你 请问一下 你们所谓的记者有新闻自由吗 对 还有一个 我最后一个案例啊 就前几 前一年嘛 去年我参加一个 另外一个民体交流团也一样 我跟他开玩笑 我要采访 你知道那个 当然那个记者是小记者 年轻的嘛 嗯 他就丢给我说 我问一下上面能不能采访你 嗯 他要问上面 记者要问上面 后来 后来有回来吗 对 回回回应我了 他说 郁青我们不想采访你这个 参加这个两岸交流活动的内容 我只想谈谈跟你跟你采访一下 你为什么要入加入共产党 嗯 这个新闻你很久的新闻 你知道意思吗 嗯 他说 他说我上面告诉我 如果你不采访这个题材 我们不会采访 嗯 嗯 我我我那时候我亚裔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亚裔在哪 就说 第一件事情 你谈的这个题材 很文不对体吧 我们谈的是两岸交流文化交流 这个这个某个地方的景区交流不是吗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 那个新闻已经快五年了吧 对 还要采访嗯 那不就搞笑吗 嗯 你会觉得就有点搞笑说 就是你会觉得说你说纽约时报 BBC记者有个优点 他们起码有他的独立性 做新闻的独立性 我发现台湾没有哎 台湾没有独立性的 还要问问上面人 要不要采编 哎那你你天天在笑大陆有新闻审查 哎你这不是也是这种新闻审查吗 对好的好的 对那个其实像英英国BBC啊 纽约时报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 但是台湾的那个媒体啊可能做的过过分 那个王博士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有一分钟了 还有两分钟 那个最后我想问你一下 对两岸关系前景有什么预期 咱们就两分钟把它说完 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台湾只要不瞎搞 两岸还是和平是肯定的 我觉得不要把和平是放嘴上 因为在中国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 你越求什么越会丢掉什么吗 对不对 我说有没有道理 第二件事情 你台湾自己不横冲直撞 乖乖的每天发展经济 你觉得台湾经济会不好 两岸会不和平吗 嗯 这第二点第三件事情 这个台媒 我觉得台湾现在真正的问题 不是在所谓的去台独化的刻纲 或是或是那个台独的那些所谓的那些 所谓的意识形态 我现在真的觉得两岸之间破坏真正问题 就是台湾的媒体 因为台湾媒体 基本上很多的抹黑大陆新闻 实际上是没有这个采访跟查证的 因为没有采访跟查证 所以导致了什么问题 就是就是说会有一些 我觉得会有一些 你为了符合自己政权的政治正确 导致了这个导致了一些 台湾人对于大陆的一些扭曲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问题 我觉得台湾现在真的 我以前我不相信 但我现在越来越相信 台湾现在的乱源就是媒体 而且台湾以前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这个媒体朋友也不要生气啊 这个休斯顿论坛媒体 我只说台湾的哈 大陆不包括大陆不包括美国 这个台湾现在网络上都有之前 已经流传很多话 就是小时不读书啊 长大当记者 其实他们有很多记者 有那回事 而且很糟糕 而且你刚才讲是没错 我觉得纽约时报 BBC是有问题 但是我认为台湾的问题更严重 是说你连采访都不去采访 就乱写新闻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做记者 那记者前证好 那我也开媒体 我开报社好了 我每天坐在马桶上 只要抄到小红书抄到新闻 我就可以变成一篇媒体的 对就是不查证 好对非常好 很好那可能以后 说不定以后 那个大陆当局可能也会 来发布这个台独媒体 来给他比如什么三立啊 自由时报或者其他的哈 好我估计 我估计最有可能的是 我插一句话 最近最有可能是就是说 可能要开始要重新审核 这些驻大陆记者的资格 因为我查证过了 大陆台湾 一个台湾记者拿这个媒体证 记者证太容易了 第二件事情 据我了解 有一些台湾媒体 当然可能也不是主流媒体 但我不知道主流媒体有没有 但是我已经有具体的耳闻 和具体的价格 就说他们想做法是说 是用出租车靠航的方式 去买卖记者证 所以换句话说呢 什么人都可以当记者 连精神有没有问题都可以当记者 那是个问题 所以说只要他们乱报道 如果你开始追逐他就说 我有抑郁症 或是有些还是有前科的 暴力前科 或者这个 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大 如果说要要管的话 我觉得还不是台独媒体 我感觉立场不同 倒还可以谈 核心是你不能有这精神有问题 或是有前科的人当记者 而且这些人还会乱写新闻 你知道吗 就是还有了以后还要抓什么 就是假新闻 我认为台独媒体 这倒是有点过 但是事实上以后可能会抓台媒的一些假新闻 假新闻定义怎么定义 就是第一件事 你写这篇报道上 你有亲自去采访 你没有去采访 对不起 就算是假新闻 你必须去采访 对 所以就没什么问题 好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说到这里 那我们的感谢王博士在北京 当你们是上午 给这么长的时间 给我们休斯顿观众的朋友 来谈谈你 在大陆的一些经历 还有对两岸关系的看法 好 我们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把王博士请过来 一起来做这样的交流 谢谢你王博士 是我们下次再见 嗯 好 好 来 先 好 等我